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两天没有做节目 因为我家里有点事 家里刚好办了喜事 我的小孩在前天 结婚 前天办了喜宴 由于疫情关系的时候一直拖 拖到现在年底了 所以就把他办了 所以这两天 家里算是喜气痒痒了 不太愿意去谈那些让人恶心的事情 像 馆长郭震亮 吴子佳这些人 都是属于让我 生活中感到恶心的人 这些事情 在喜气喜事当中我就不愿意提到他 那今天我们重新把这个 题目再拿回来谈 其实我们讲了我们 看台湾 必须要从国际上来看 台湾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 是在哪里 台湾真正的价值是我们第一岛链的价值 还有 民主政治价值 还有 晶片的价值 我们今天谈政治的时候 我们就从所谓的 民主 民主价值开始 政治上它是有分左右的 民主国家它有左右之分 我们先说 共产党是没有左右之分的 共产党的左派是 假的 他是 他是以 左派的外衣 来行他集权 统治支持 所以共产党那个不叫左派 所以很多人对左派有一些 的 天然的厌恶 那是因为你被共产党给误导 他那个完全不是左派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釐清 台湾的 所谓的 台独基本教育派 他应该就是右派 算是极右派 蔡英文总统的态度 我认为是有点偏左 偏左 所以他比较强调所谓的社会福利 强调所谓人权 可以包容所有的 所有的声音 包括 包括反对的声音 包括 通敌的声音 我们好像都在包容 所以我们的第一大反对长居然是通敌 蔡英文也包容 这个事情 是好是坏 我觉得 可以 可以讨论 民主国家 可以有不同的主张 但是通敌 应该是进入国安层级 但如果说 如果说台湾能够包容这样 那在全世界被认定的 民主程度就很高 所以 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给台湾评价是全世界第八位 比美国 比日本都高 这是个很高 很高荣誉的评价 但是可能 因此 有没有国安危机 有 那就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愿意去选择哪一条路 我是愿意向现在这样 让台湾的民主价值被全世界认同 但是 必须国人很清醒 很警醒之后 能够抵抗这些所谓的红色的渗透 包括他现在谈的TikTok这些东西 其实TikTok也许还不严重 YT的那个秀的那个其实 更严重 我看了错目惊心 所以我现在 一有空就做一个秀子出来 我是用敏来语讲的 希望能够 让 本土人士能够听到 当然我们的努力 我们一直在努力 抵抗 红色渗透 这个事情 在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是有底气的 我认为是有底气 因为民主国家不怕你叛乱 为什么美国 你看川普那个时候 攻占国会那件事情 其实 在一般 集权国家他们会吓死 习近平白纸运动就把他吓死了 像美国那样子 带着枪去集会 他真的把政府吓死了 但是民主国家不会有政变问题 因为他们有比枪更有力的武器 叫做选票 当你有选票之后 我就认为一切都交给选 这个世界 包括台湾 理性的人绝对多于偏激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底气给保持住 我认为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这一次 全盘皆输 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内部的问题 这个我之前已经在很多视频检讨过了 我相信未来赖清德 有机会去 去 改变这些 这个应该他是有这个决心 我认为他是个 比较 激进的人 台湾现在需要一个激进的总统 蔡英文已经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把台湾平和的过度过来了 所以很多人虽然觉得说好像 危机重重 但是其实我内心 我内心是相信台湾 我是相信台湾有这个底气 我地方政权 也许我可以教训一下民进党 但是如果总统 包括 立法委员的中央 中央的政权这个东西就绝对不能再放松 相信台湾人 我们也相信台湾人 自己像馆长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我一直很不喜欢 自己的统独立场居然可以变 居然可以变 之前他不是 馆长不是还是 大声几乎青年上战场吗 年轻人要能够保护国家吗 这个很正常啊 为什么会改变 这种立场都会改变 那就表示这个人没有立场 这种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这种立场会改变 他就表示他没有立场 所以我为什么看透他 一个朝野莽夫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 我跟你保证 看到那个那个视频什么 BNT AAK 我觉得他连英文字母可能都不太懂 我认为他 他一定是不懂英文 他一定是不懂英文的 这个我不说懂英文就了不起 我英文也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很好 我只是讲说 其实 只在一个 江湖中人 就做江湖中事就好 你来评价 评论政治 真的有一点勉强 所以弄得方腔走板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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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前后都是矛盾的 政治是很可怕 政治如果前后矛盾 是会被人家看 看不过的 为什么我看不起郭正亮这些人 为什么看不起五指甲 是吧 美美在紧要关头 打着监督政府的旗号 其实做的都是 符合中共大外宣的 这个 应该是很容易 很容易分辨 因为他们的视频 很多 我在YouTube上的短视频也看过 那个是极其荒唐的言论 台湾 好不好 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但是他们一讲到中国的那种 卑躬屈膝 奴 奴言的样子 真的是 稍稍有一点理性的人都能看出他的问题 所在 所以我们把这个大方向先厘清 台湾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被认同 第一我们经济真的很强 我们经济很强 我们的晶片真的很重要 是不是这样 加上台湾是一个没有外在的国家 各位可能 可能不是太了解 台湾没有外在 中国人一直以他 广大的人口 强调他有多大的GDP 他说他有3万亿 3兆美元的外汇储备 真的吗 其实 其实实际数字没有人知道 而且 包括他的外 扣掉他的外债 扣掉他外资 外资带来的钱 这个都是要还的 所以说外资一离开 这些东西他不能动的 去年前年 明居正老师就说 中共能够 能够运用的外 的那个什么外汇 只有4000亿 台湾有6000亿 所以我们小小的台湾 连这一块都不输中国 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要去舔中国 自己的国家 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么的强大 这么的富庶 因为我们口袋很深 所以比如说 我们家里有个几百万上千万的存款 我就不怕景气不好 世界的景气都是循环的 起起伏伏的 经济景气下来 我有存款 对吧 台湾有外费储备 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 在几次经济危机下 台湾影响是全世界最小的 甚至 应运用这一次的 世界经济不景气 让台湾再重新 再一次的出发 等到景气回升上来的时候 理所当然 世界就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一直都在那里 我们没有被疫情打败 我们没有被08年的 金融风暴给打败 甚至亚洲金融危机 我们也没有受影响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没有人会谈 是吧 因为清空舔工者永远就从你内部 内政去打你 内政这种东西 我只有一句话 我们看不懂 民进党有没有贪污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便于评论 但是 我们人民 可以有一个态度 交给司法 我完全同意你交给司法 如果你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那个证据你可以去告 如果你有证据你也不会不告 不会天天在那边 天天用嘴巴来讲 国家大事用嘴巴来讲 其实有点过的 有点过了 台湾人 更多的去 理性的分析 找到我们的立足点 抗中宝台是我们的绝对价值 至于其他的东西 什么贪污不贪污 什么疫苗怎么样阻挡疫苗 通通交给司法 因为那不是打嘴炮的地方 那不是打嘴炮的地方 人跟人之间 法律是最后的底线 法律是最后的底线 因为我们还有道德 其实人跟人之间讲的是道德 所以说你道德层面已经越过了 那就交给司法 交给司法 这样对谁都公平 否则你看 大选一大 铺天盖地的 大外 复合大外宣的人 然后也选举过了 你看慢慢的 你看我看我讲是不是真的 慢慢的吴子佳他们这些人 言论又恢复正常 包括 刘宝洁 这些人他们言论就会慢慢回到正常 因为他要等到下一次的选举再来发力 他不会把他的力量浪费掉 过早的让你看破他的手脚 所以他平常表示还表现是个好的 是一个政治评论者 是一个有眼光的 的国际关系的专家 但是他在等下一次的大选 所以很快 我相信这段时间他们的评论会很正常 明年 明年总统大选开打 又要回到那个模式了 又要回到那个模式 我们提早 提早给他 做一个 免疫 打个疫苗 打个这次政治的疫苗 我希望这件事情 目前能够 更加的被广而 传之 让更多人知道 这样的一个 问题 所在 既然说我们说把 我们内部的问题 如果有争议 我们交给司法 那我们来看国际关系 最近他们开始讲 一件事 开始去 打打美国的 所谓的 台湾政策 台湾政策法 因为来不及 通过 他有把一部分 放到他的国防 授权法 包括 要给台湾100亿 无偿的 军事贷款 无偿是不用还的 但他又多了一条 你还可以再借 每年再借20亿 这是有偿的 他100亿是分成5年 每年20亿 不用还的 给你另外再给你20亿有偿的贷款 然后这蓝颖的就故意把它 大量的宣传说 你看看 你们以前说的那个什么 他说 无偿的 100亿是假的 你看现在是要还的 分几年要还 利息多少 大量去传播 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很荒唐 明明不是事实 为什么敢这样传播 因为早晚会被揭穿 也就是说 他们做事情 他其实不管后果了 先完成上面交代任务 先把他打 先把这个国防政策法先给打 抹黑 先把他 打成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原来美国是要赚我们的钱 他根本是借我们的 不是给我们的 他打成这个任务了 太多的台湾人 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个内涵 所以很容易被带偏 这是我常讲的 台湾的政治一直被带偏的原因 中国其实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一次解封 全中国大量在感染 这我可以作证 我台湾 中国好多朋友 都这一次全部都染疫 但是我有一个 近视看不懂 就是因为东莞 我在东莞那么久 东莞并没有真的 封城过 有的话也是小规模的 所以东莞并没有所谓的大规模的封城 何以解封之后会大量感染 本来就没有封啊 你现在解封之后为什么会全国感染 全国感染 如果是 封城的 城市 也许还有道理 东莞是没道理 东莞现在大量感染是没道理 所以中国人一直在怀疑一件事 在民主群里面一直在传这件事 中共重新在放毒 重新在放毒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 我之前说过了 谋杀老人 减少他的退休金的支出 这个在中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 台湾人的解封 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而且台湾的感染 基本上我家人也都感染过 我还没有感染过 我家人都感染过 就是个小感冒 也并没有像中国的朋友 他们这样 哇整个人他们给我拍那个照片 整个人憔悴才不行啊 所以我就说 这个 这个 疑问 在中国人的普遍的心理正在被传播 中国人已经不太信任政府了 已经不信任政府了 其实我认为 我认为他们的怀疑并不是无地放食 因为有很多东西让你想不懂 别人的解封就这么轻松 你的解封就要造成全世界的危害 大家知道这样大规模大面积的感染啊 最近就好像是练鼓场啊 鼓毒啊 苗人放鼓那个鼓啊 好像是练鼓场 重新再练出一个新的病毒出来 这也是国际上很担心的事情 共产党你看 他们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看不懂 把人命当做儿戏 这样的政权居然还有很多人在支持 然后 他们就视而不见共产党的暴政 然后对把台湾所有内部的问题 放大再放大 我同意你监督政府 我也觉得台湾需要一个反对党 但是我不需要一个通敌的反对党 我们需要一个正常的反对党 监督政府的反对党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 因为所有监督政府的行为 基本上都懒红 到现在为止 我所看到的基本上 那种语言我们看得懂 他是在监督政府还是在 复合 中国我是看得懂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看得懂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 倒行逆施 逆施之下 他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弊 都完了 昨天我另外一个短视频 另外一个秀的短视频 就说 一个小女孩无远无故 因为跟政府有什么 冲突 直接被送到精神病院 也没有 精神病院没有 接受任何检查 就直接把认定为精神病病 家人还保不出来 家人还接不出来 这也是中共的暴行其中的一个 所以我们讲说新疆有什么 再学习影 很多人不相信 我跟你讲 我可以保证是真的 我去新疆去过四次 我新疆的朋友 跟你讲话要小心点 明天不要进学习营 他们进学习营被关起来 还要自己带 还要自己缴钱 共产党是可以做到这样 把你关起来 火石灰你要自己带 这个我可以作证 我可以作证 因为我真的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说他们的国家 为什么我说它是个系统性崩坏的 所有的东西 在共产党手上 都是不能不类的在执行 因为 根已经烂掉了 根烂掉长出来的树怎么会健康 所以 台风一来全部都倒光了 就是说任何一个 包括疫情 包括一个什么 一点点 天灾 它就会加上人祸 数倍的去放大 就是中国人所承担的那么多苦难 真的我很想说台湾这些人 真的是 装没看到 还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反共 就这一句话 因为我们比谁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我在中国待二十 其实是二十七年 我九五年就去了 但是一开始他们说是二十五年 我就说那也就是二十五年 我没有去 尝试去 去改变他们说法 你说二十五年就二十五年 对中国内部的所有的 不公不义的事情 包括因为我们 一直常年在所谓的 实证群 民主群里面 民主群里面就是 集合一些中国的一些反对 意义的意义分子 然后当然我说过 我被封了三百个人的群 今天早上封 晚上就建好了 五百个人的群 早上给你封了 我们晚上就建好 这叫封建社会 我们从 中国有进入个封建社会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在中国遇到一群清醒的人的时候 你会特别珍惜 我也可以从他们得到非常多 非常多台湾人不知道的 信息 有些东西我没有刻意去讲 是因为我不愿意影响到 现在还在中国墙内的人 所以我只讲一些相对安全的问题 但是我骨子里对这个东西了解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坚决反共 为什么我常说余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反共 我太了解那个邪恶到什么程度 那是完全泯灭人性的邪恶 完全你想象不到的邪恶 比土匪还要可怕一百倍 土匪有时候还讲义气 土匪还讲义气 共产党是完全没有的 完全没有 他只是为了他的政权延续 习近平也没有任何什么大中华情怀 什么什么什么 国家的利益至上 没有 他就是要当 当皇帝 他不当皇帝不行 他下台了 他们全家都会出大事 所有的做事都不是根据法律 都是私人的好恶 得罪太多人 所以这个国家 正在崩塌当中 而且我们讲过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休斯底的陷阱 这一关是没越过的话 那个坍塌下来 就没有 就看不到底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 这不是我们来那个的 他们的收入在1万块美元上下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台湾是迅速的越过了 所以台湾是过了 过了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越不过去 而且这一次在习近平的 大正方针之下 整个就坍塌下来 坍塌下来 我给你保证他的经济至少 负成长30%到40%之间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说明年要 大量的发展经济 我告诉你没没机会了 所以对于中国的一切 万一他的经济在 真的深度 崩塌下去 中国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动乱在起 白纸革命只是一个四金石 彼此的博弈的一个 一个 彼此在摸彼此的底线的一个 一个运动而已 结果发现习近平并不强 习近平一点都不强 军队他也并没有能力掌握军队 台湾的政治在这方面必须要做 做一些防范 必须要防范 很多说 他会 内部矛盾外部化 这个当然理论上是可以 有可能的 但实际上我也觉得不可能 我认为他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他连把内部矛盾外部化能力都没有 习近平 已经在崩塌当中 包括他的权力 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 开始在反应他的 这个时候对台湾很重要 很重要 我不知道各位对于 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当然我 因为我听我儿子他们讲 所谓天然独 年轻人天然独 不是想从中国独立 而是中国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态度基本上我也认同 但是 就是说 还是有一些 巨变之项 台湾人需要更加警觉的 更加警觉的 所以说我们 虽然说心中有很深的担心 但是我还有很深的期待 期待中国人 再一次的运动要好好的站起来 而我认为习近平基本上快要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从来都不相信他这五年能够做得完 从来都不相信 以我对中国的了解 我敢讲是这样一句话 这样的一句话 当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预测 只是我从现实去判断 现实去判断 台湾真的要 真的要好好的保护好 好好的 拿我们最强大的所谓的科技 继续在科技的发展 中国我刚讲他经济崩溃 他的 晶片被美国已经 现在已经 已经 已经封锁到什么程度了 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他 既然封锁到软体的EDA跟那个 ARM架构 这个都被封锁了 基本上没有活路的 中共的新兵已经完全没有活路了 大家都知道 可是很多很少人去讲这个事 很少人去强调这个事 影响中国的一切的一切 包括他的军工科技 包括他的高科技 包括他的经济 因为国家高科技不能带领他的经济 这个国家一定会垮的 高科技才是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而中共在这一块基本上 全盘皆失 全盘皆失 所以 未来 大家是有 有可以期待的地方 所以说 这些 轻贡者 这些舔贡者 我告诉你 你们的主人快垮了 你们最好赶快 返水 你们可以再度返水 支持台湾本土价值 否则的话 我认为 未来 有机会清算 有机会清算 如果 哪一天民进党上来一个很强悍的总统 很强硬的总统 我希望赖青者可以做到 我赖青者可以做到 清算这些 是我们国内法 因为他有通敌之险 是有国安的风险 可以立法 去处理这些人 绝对让他 无所顿逃 这是对台湾人的交代 蔡英文已经把台湾带到一个国际很大的高度跟视野 包括什么 我们的民主程度被全世界这么认同 第八位 第八位 所以 未来 你有更多 赖青者你有更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把我们的反渗透法 执行到底 基本上 抓两个人 像什么 邱毅 像那几个崔秋将领 吴思怀这些 陈炎廷这些 扮他两个人 很乖 这群中国基因的人 最大的特色就是 胆小 他们对中国就是怕 你真的以为他们是大中国情怀 我一点都不觉得 他们就是怕 他们那种 怕中国的基因已经传承到第二代 甚至到第三代 这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地方 台湾人 帮他们找回他们的胆子 不要被他们被下破胆了 我们帮他们 告诉他们 有台湾人给你当靠山 不用下破胆 共产党没有那么了不起 没有那么厉害 很快他就要崩溃了 所以 尽快再反水吧 这些亲共平共者 我 对你最大的忠告 否则 未来 台湾的局势发展 对你们这些人是非常不利的 非常不利的 不要以为我再恐吓你 我再告诉你事实 再告诉你事实 我告诉你 那天的马上管水 吴子佳 我这样 第一个反反水 他们一修到风向 他们马上会返回来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这些叛徒 我们还要这些叛徒吗 交给时间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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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